我在台灣其實有工作一段時間 然後才來到越南這邊生活 感覺這裡人生活沒有那麼緊張跟緊湊 那來到這裡之後 因為就是要習慣這裡的文化 那其實也慢慢的調整自己的節奏 這個是我真的覺得蠻大差異的一個地方 我們也來認識一下在海防的兩個台幹朋友 好 大家好 我叫Sanny 我在合作聯合科技做HR 來越南已經七年了 大家好 我叫Daniel 那我在合作主要負責是IT的工作 來越南的話已經三年多一點點 他有賣我的線上課程喔 如果還沒有買我線上課程的朋友可以趕快買 你就不用買啊 因為我跟他認識太久了 他在大學的時候開始學越南語 我就很驚訝 因為當時比較少聽到有台灣的大學生 主動去學習這個語言 我一開始學的其實就是 單純就是興趣而已 大三生大四 剛好有暑假兩個月嘛 然後就到胡志明這邊 然後去學越南文 那我大學畢業就繼續留在越南工作 第一份工作其實不是做HR 第一份工作是做像產物助理 來這邊才發現我對生產一點興趣都沒有 所以我大概做一個禮拜就回去了 然後後來第二份工作才開始做HR 因為我也不是越南當地法規出生了 所以那時候我去網路上找法規 全部都是越南文 然後就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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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看看看 然後開始去學 所以後面是在協廠做HR 那來來回回做的也大概是三年多 才來北部 你學越南語之後 對於你來越南找工作有加分嗎 我覺得是有 我覺得其實台灣公司中高級很喜歡用台灣人 所以他們比較喜歡就是 又是台灣人 然後又會當地語言 就溝通無障礙 就可以當作公司跟當地員工之間的一個橋樑 那你呢 為什麼會選擇來到越南工作 就是單純老闆派我來這邊 就覺得有一個機會 可以長期留在一個國家工作生活看看 因為我的工作主要都是講英文 用越南語講些什麼事情的話 就沒有辦法很深入的交流 所以之後我就覺得 語言其實應該也是可以幫助到我自己一學 最近開始我就有這個動力 想要學習越南語 好幾年前在一家公司 叫他們員工學越南語 傳產同仁都沒有什麼動力學習越南語 感覺也沒有想要被派到越南來 是不是也是你有看到越南什麼樣子的發展 這三年下來因為我自己也沒有覺得越南不好 而且反而也覺得越南也蠻多有趣的地方 然後也可以到處走走看看 它的文化也蠻跟台灣跟中國比較相近 吃的東西我自己是很能接受 而且越南我覺得離台灣也很近 就回去一趟也不用花多少時間 對我工作上面也是有充滿很多挑戰 所以我可以一直在這個地方持續學習 所以我才願意繼續走下去 在在胡志明是工作過 跟來到海防算是北部的 員工的相處有什麼差別 南北部的人 就是畢竟就是距離太遠了 一千多公里 但一些生活模式習慣都還是有比較不一樣的 南部路人真的是很熱情 生日到了然後就想辦法幾個禮拜前趕快約一約 然後幹嘛幹嘛的 北部也會做這件事情 可是他們都是跟台灣比較像 就是跟一個surprise之類的 比較含蓄一點 我覺得金錢觀念也比較不一樣 北部跟台灣比較像 會有儲蓄的概念 南部 我會被罵 我覺得南部會比較 比較享受生活 對 剛剛有分享啊 就是你一開始來這邊 你講南部口音 他們都不太習慣 可是後來你就影響了他們 變成他的北部員工 開始狹狹地講南部口音 然後回家被爸媽罵 第一天從胡志明來開房 然後我去點炒飯 北部的炒飯的字 跟南部炒飯的字 就不一樣了 南部字講 根堅 北部講根堅 對 南北用字差異太大了 所以有時候會鬧出很多笑話 好啊 那你呢 我在台灣其實有工作一段時間 然後才來到越南這邊生活 感覺 這裡人 生活沒有那麼緊張 跟緊湊 那來到這裡之後 因為 就是要習慣這裡的文化 那其實也慢慢的調整自己的節奏 這個是我真的覺得 蠻大差異的一個地方 還有一個點 我感受很深的是 我覺得越南人其實對外國人 我覺得還蠻友善的 可能很習慣有外國人的存在 所以他們不會覺得很奇怪 這裡的人蠻熱情的 對 不會讓你感覺到不舒服 或是冷漠的感覺 會不會是因為 你是台灣人的關係 就如果 東南亞比較 還沒有那麼發展的國家 在這邊不會有歧視的狀況嗎 我覺得不會有 因為 他們不知道我是哪一國人 我在沒有跟他說 我是哪一國人 前提之下 他們其實都是一樣友善 我並不認為他們會 因為你的國籍 而有所區別這樣子 我覺得 沒錯 越南人 只要他知道你是外國人 他們就會用很熱情的態度 去跟你講話 他們完全不管你是來自哪裡 對吧 然後還一直用越南語跟你講話 我在日本 一天看到外國人 我在台灣 真的 一年看到的還多 台灣也是 晚上路上都是外國人 韓國人 還有日本 或是歐美 如果他們想要來越南工作的話 他們需要透過什麼樣子的管道 或怎麼樣可以找到在越南外派的工作 第二個題目就是 如果他們接下來要來越南工作 然後長期生活的話 你們有沒有什麼建議給他們 台灣要找越南工作其實很容易 你就上104 然後去一些越南 你要來越南工作其實沒有很困難 就是機會很多非常多 只是你要不要來而已 你在台灣的某些觀念 可能要拋棄或是犧牲掉 像比如說 影響我最大就是周秋二日這件事情 在台灣可能習慣了周秋二日 就是禮拜天可以休息 然後國定假日也算蠻多 目前越南的就是只有禮拜天休息 那國定假日就是 就是那幾個國定假日而已 那第二個就是 可能會思想 就是你要懂得適應 你一個人要怎麼過 第三個就是最基本是語言 那語言就是見仁見智 有些人可能來想要更融入當地 那就會去學越南文 很多新聞說 他們可能有到國外去 工作機會啊 那但是可能那個工作是被被拐走的 對詐騙的去緬甸去越南 對挑選怎麼樣的工作 對啊 因為中美貿易戰的關係 所以中國有很多的工廠 都陸續搬遷到越南這邊來 而且尤其是北越 北越基本上都是集結了電子廠比較多 所以現在其實工作機會真的是大增 所以我覺得機會是有的 而且是多的 透過合法的網站去搜尋的話 應該就可以避免掉就是可能一些被騙的風險 如果你想要融入當地 那當然可以走出來跟大家認識 那一個人的寂寞就是難免的 但或許你會多了很多時間跟自己相處 寂寞你是交給女朋友 不是這個不一樣 這個是近期的事情 對這個 這個是 對 這個應而而易 對那我只是剛好比較幸運 就是最近交到一個越南的女朋友 溝通上也沒有問題 因為她也會說中文這樣子 所以其實如果也想要認識這裡的女生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的 相較於你們的職缺在台灣 派到越南來會多百分之多少嗎 就是有海外加急 就是派出今天 對 因為我們公司舉例子看你的資格 你就給一個固定的金額 然後再依照當地的法規去 買社會保險或頭繳 個人所得稅 可能多幾千塊美金 對這個就是多的錢這樣子 那這個也是一個誘因 我覺得如果以大學生剛畢業的話 能夠外派國外也算是一種學習的機會 大學畢業就選擇外派可能也會碰到一個問題 是因為自己沒有專業能力 比如說我很想要被派到越南 可是我在剛畢業我也什麼都不會 那我有什麼資格被派過來 我是大學畢業就來 那時候我是先去廣東 我們公司有在廣東工廠 先了解公司的運作模式 在生產什麼東西 那來越南之後 因為已經大概知道公司在做什麼了 那其實後面做起來就會比較壞 那現在其實很多公司都在找所謂的培訓幹部 那他不會跟你講說你要做什麼職缺 他可能會說你每個都學過一輪之後 再去覺得你比較擅長做什麼 你再去做那個幹部 主要是你願不願意踏出去那一步 因為老闆其實會看你有沒有新學習 那至於說你有沒有經驗 那至於說你有沒有經驗 我覺得這些事情都是可以來這裡做學習的 你們基本上都算是幹部嘛 就是下面在帶越南的員工 在相處上或者是這方面心得 有沒有什麼可以分享 就是他們其實很樂觀的 所以其實我很喜歡這一點 跟他們相處起來是舒服的 而且不會感覺到壓力 而且是可以溝通的 工作上的專業就是慢慢培養他們 那多一點耐心 那其實他們也很願意學習 我帶的是工程師 對因為我這個是需要專業 所以肯定要大學畢業 然後有念IT相關科系的 有辦法用英文溝通 因為不只要能跟我溝通 也要能跟客人溝通 因為客人集結了很多美國客戶 各個地方的客戶 所以其實英文水平也不能太差 但其實我也有發現越南 如果有念大學或英文的部分 其實也沒有很差 其實也是蠻厲害的 合作畢竟也算是大公司 然後又有一個IT專業的門檻 所以相信能夠當你的部署的人 應該本身程度也是優秀的 因為我本身就會越南文 所以基本上我都是跟當地員工 都是用越南文溝通 融入他們算是比其他講英文的 容易很多 他們會比較會願意跟你分享 就是不會怕說 你聽不懂 那我可能講了之後 可能又會造成什麼誤會之類的 今天謝謝兩位 分享你們在越南的經驗 相信對於想要外派越南的朋友 他們應該會收穫蠻大的 聽完之後也會更有信心來到越南了 好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祝大家在越南工作生活 順利 好 拜拜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